万众期待的梦魇绝阵第二季终于来了 画风依旧还是那个永远出不去的绝望小镇 可这次将彻底揭开夜色下的怪物起源 故事紧接上级结尾 举拳阵之力建立的通讯站 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毁于一旦 居民们只能尽量挽回一些损失 是不是逢出的电火光 更是让群居屋内乱成一团 不少居民觉得这是怪物对大家的惩讽 男主吉姆也是郁闷无比 费了这么大功夫 虽然成功接通了对讲机 可电话那头透露的信息着实有些奇怪 他不但知道吉姆的名字 甚至还开口提醒 你的妻子不该挖掘自家地下室的 吉姆摇摇头甩开不想预感 刚准备进屋时 猛然看到小镇的街道上 居然使进一辆旅游大坝 吉姆的脸色巨变 连忙跑进屋中将此事大声说了出来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一般 还是群居屋的房东唐大婶 最先回过神来 他找到镇上的副警长李强 语重心长的叮嘱道 如今黑人警长不在 你现在必须挑起重担 解救那些闯入小镇的大坝车旅客 否则他们肯定活不过今晚 而大坝车上的一名黑人男子 突然从睡梦中清醒 他像是遇见到什么一般 大喊着赶紧停车 司机却是满脸淡定 只是开错路绕回来而已 用不着大惊小怪 可这位乘客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他只好无奈地将车停在茶餐厅门口 旅客们经过一天的跋涉 早就身心疲惫 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过多久 头破的大鱼总算停了下来 而那位情绪激动的男子 在一位皇爸医生的安抚下 也逐渐平复下来 同伴问他刚刚为什么会狂躁不安 黑人男子心有余悸地表示 自己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至于具体内容 他却没有说出口 这时候已经由小镇居民过来 叮嘱游客们最好就在茶餐厅里过夜 黑人司机立刻表示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待会就要离开小镇 而此时的鸡母已经回到家中 准备看看妻子的挖坑进度 却发现洞口已经被他县的杂物堵住 心中顿时产生强烈的不安 对讲机那头的警告果然应验了 之前他的妻子被杀 为了揭开小镇电源的秘密 决定破开地面看看电线到底通向哪里 却意外遇到他方直接落入一条隧道中 他这才发现埋在地底的电线居然是断开的 忽然小镇上的怪人马克出现在身旁 表示这里是怪物尘世的地方 必须尽快离开才行 看着前方漆黑黑的隧道 被杀只感觉全身凉嗖嗖的 马克不停轻声嘱咐 千万不要弄出声响 如果吵醒惯物就完蛋了 他也是通过白衣小男孩的指引 从树洞中穿越到这里 特意前来解救被杀的 忽然地上的皮箱吸引了他的注意 打开一看 居然是件女士的睡衣 被杀想不通隧道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强行按下心中好奇 他再次跟着马克摸索着前行 漆黑幼镜的隧道仿佛责人而式的收口 被杀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 不过很快 两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身前的开阔地带 居然摆放着许多陈旧家具 旁边还靠着几具面容干瘪的尸体 当一个诡异娃娃出现时 马克像是受到什么刺激 连忙退到角落全身颤抖 显然那具娃娃勾起了他的痛苦回忆 这次反而轮到被杀安慰他了 现在可不是放弃的时候 随后便强行拉着他继续找寻出口 可没过多久 一个出力的石队映入眼帘 两人正在查一时 便看到不远处的石洞中 滚出一个圆球精准地击回了石队 被杀好奇地抬起手电照向洞口 只看见一道瘦弱的身影一闪而逝 紧接着那些躺在地上的干尸 居然动了起来 马克大喊着他们要行了 被杀心中大惊 忽然察觉脚下接触到大片水渍 两人十分有默契地顺着水流方向爬行 总算成功找到洞口 逃出了这个犹如地狱般的隧道 可被杀的老公并不知道妻子已经脱困 此时正在奋力清理着洞口杂物 女儿朱莉急匆匆地跑回家 看到父亲的动作 心中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积木连忙快为他放心 如今要做的就是去找人帮忙 于是他立刻跑到旅客休息的地方 哀求大家去救救被困的母亲 虽然女司机极力阻拦 可仍有两位热心的青年旅客 决定伸出援手 就在这时 唐大婶和副警长几人也来到了现场 他们没有急着说明即将到来的危机 而是打开餐厅的大门 让旅客们先去喝杯茶休息休息 唐大婶则趁机找到女司机 将小镇晚上会出现怪物的事情说了出来 可对方只当唐大婶是位宰客的黑心老板 而此时的黑人小哥 在黄发一声的搀扶下 打算走出大巴偷偷气 可他忽然全身一颤 居然躺在地上抽搐起来 副警长李强连忙冲出来帮忙 心中焦急 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而正在奋力解救妻子的吉姆 总算迎来了几位帮手 其中一人是镇上的酒保 另外两位则是热心的旅客 众人劝他放宽心 洞口会很快清理出来 只是屋顶上时不时落下的木屑 难免让他们多了几次担忧 几人不得不一边顶着高空坠物 一边艰难地清理杂物 眼看塌陷越来越严重 他们只能停下手上动作 打算退到一旁休息 却不想房屋猛地震动一下 正在茶餐厅急救的李强等人 眼睁睁看着吉姆家的房子 快速塌陷下来 不过吉姆也是命大 下好有块木板挡住身体 看上去并没有生命危险 房顶上隐约传来女儿的呼唤声 吉姆的眼前一亮 正在外面焦急无助的朱莉 直到听到父亲的回应 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如今众人要做的 就是清理杂物 将吉姆几人解救出来 没过多久 便有一位旅客重见天日 可惜剩下的幸存者 全被压在最底层 想要得救就没那么简单了 小真的女医生检查了一番 确认这位幸存者没有什么大碍 而另一边黄发医生 也总算等到了抽搐男子恢复正常 仿佛心灵感应一般 两位医生同时将目光投向彼此 随即脸上洋溢出难以言表的激动 原来两人曾经是对恋人 只是小镇女医生来到这里后 他们便再也没见过面 谁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重逢了 不过其他人并没有时间前来道贺 因为他们正在奋力地清理房屋 女司机不合适意地出言提醒 咱们是时候离开小镇了 眼看太阳即将落山 甚至小镇恐怖地急目缓缓开口 今天是没希望救出自己了 大家还是早点回家吧 朱莉自然不肯 如果不把父亲救出来 他肯定会被夜间的怪物杀死 唐大婶却是果决无比 嘱咐朱莉用防御布盖在上面 这样也许能让吉姆躲过怪物的袭击 随即他再次来到旅客身边 郑重叮嘱道 你们根本无法离开小镇 如果天黑了还在外面晃悠 肯定会被怪物杀死 可众人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荒唐的说法 唐大婶心中气急 直接跑回车上掏出一把散弹枪 猛地扣动扳机打发了大发轮胎 几名旅客下的仓皇而逃 副警长直接掏出手枪 态度强硬地将旅客们逼到餐厅中 搞定这里的一切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副警长来到刚刚盖完雨布的朱莉身旁 将他也带进了餐厅内 而小镇的保护者黑人警长 此时身处一处狭窄空间内 正无奈地望着遥不可及的出口 之前他为了找到离开小镇的办法 打算徒步穿过后山的树林 就当他发现一座耸立的高塔时 天空忽然下去暴雨 一位白衣小男孩凭空出现 指引他去树洞中躲避危险 使之警长刚钻进去 周边的景象突然一变 发现自己居然身处 一个深不见底的景洞中 喊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回应 他只好试着双腿用力朝上爬去 可四周的墙壁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黑人警长只能无奈地仰天长叹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逐渐恢复平静 忽然听到警口上方 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 警长仔细辨认 对方居然是在询问自己是不是真人 他怒吼着反问不是真人难道是鬼 却不想一条粗壮的绳索 直接顺着警口滑落下来 黑人警长知道 对方有心要救自己 于是没有任何犹豫 连忙顺着绳索向上攀爬 这可是他唯一的脱困机会 几乎耗尽全身力气 警长总算爬出了警口 可很快便紧张地掏出手枪 原来之前声音的主人 居然是位鼓兽灵循的老人 他的双臂被铁链锁住 也不知道是如何抛下绳索的 随着夜幕逐渐降临 副警长李强关闭了大门 游客们变得更加躁动起来 女司机越重而出 郑重地告诫出声 现在放大家出去还不算晚 唐大婶直接亮起手中的长枪 示意大家好好在位子上待着 接着便再次解释道 自从见到那颗横端的大树起 你们就再也出不去了 游客们忍不住惊讶 你为何知晓咱们的遭遇 唐大婶面色沉重 一番煞有结实的警告 总算镇住了大部分游客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人的内心再次躁动起来 一名游客猛地站起身 打算出去看看 副警长连忙上前阻止 你这是想要害死大家吗 这位游客也是急了眼 直接拔出警长身上的手枪 既然外面危险 那么咱们一起出去 唐大婶满脸悲愤 只要一开门 在座的各位没人可以存活 可游客到现在 也没看到所谓的危险 是以唐大婶放下武器 否则他就要开枪杀人了 唐大婶确实满脸坚毅 即使你杀了李强 我也不会放下枪 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李强趁起不退 直接抢下了配枪 直到此刻众人才听到 接到外陆续传来 凄厉的惨叫声 恶魔大屠杀终于开始了 因为白天的时候 部分游客趁乱脱离了大部队 此时并不了解夜幕下的恐怖 小镇居民卷发姐 有心想要提醒 忽然两道身影 从拐角出现身 男友埃里哥拼命 将他拉入房间 只见门外的两人面露鬼笑容 不停宁善着开开门 原来他们便是传说中的恶魔 卷发姐焦急万分 站在窗边大声提醒游客赶紧跑 可惜对方视若无睹 居然还和恶魔亲切握起手来 埃里哥不停劝他理智一些 那些人注定无法存活 卷发姐对恶魔的恨意 上升到了零点 如果不是他们 小镇居民的生活 怎么会过得如此凄惨 他只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唯独一对小夫妻旅客还算幸运 他们无意间闯入了镇上的酒吧 门边还挂着一块符咒 几乎不用担心会有恶魔闯入 可惜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禁忌 听到外面的哭喊声 他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开门出去救人 可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听到对方自称来自旅游大坝 男人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房门 茶餐厅的正门口 一位面带笑容的恶魔 缓缓来到大坝旁 略微犹豫一番 他便打开车门走了进去 当里面的灯光亮起 几道人影一闪而逝 恶魔这才发现 座位后面居然藏着活人 只见他宁笑着缓缓起身 逐渐越过一排排座椅 总算找到了两位藏身的老者 接着下一个 恶魔露出了本来面目 街道上时不时传来的凄惨叫声 让小镇居民助力越发沉不住气 他的父亲还被困在废墟下 很有可能遭遇恶魔的残害 副警长李强不停地出声宽慰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原地 曾经有无数居民和你一样 咱们必须学会坚强和忍耐 而压在废墟下的正主几无几人 此时也是有苦说不出 这里算不上密闭空间 又没有符咒的保护 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才行 谁知就在此刻 那名昏迷的游客突然醒来 他可不知道恶魔的恐怖 察觉自己被困在废墟下 惊恐的大声呼喊起来 距离最近的酒保不停安慰 老兄你千万别发出声音 可压在身上的重物 几乎让人透不过起来 忽然忍不住咳嗽几下 一滩鲜血跟着流了出来 这位游客更加紧张了 显然是白天的塌陷 让他的内脏受伤了 时不时发出的痛苦呻吟 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刺耳 酒保更是心中焦急 甚至想磨过去捂住他的嘴巴 可在下一个 因为满脸猙獰的弱魔 便扑了过来 角落里的金母只感觉全身冒着冷汗 而距离不远处的餐厅内 众人更是听得真切无比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朱莉再次爆发 无论如何他都要救出父亲 唐大神使出全身满力 将其拦在了门口 朱莉只能无奈地瘫倒在地 随即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身旁的游客忍不住动容 这种生离死别的真情流露 可不是谁都能演出来的 而被困在枯井中的警长 好不容易顺着绳索爬出来后 却发现救出自己的 居然是位骨瘦凌寻的老头 警长顿时大惊 不停左顾右盼 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赫然发现周边墙壁上 固定着好几具死去多时的干尸 只有眼前的老者还吊着一口气 可对方早已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表示自己钻入一个树洞后 便穿越进了恶魔巢穴 他就这样被吊在此处 过了十年生不如死的生活 老人只希望警长能够开枪了结自己 但警长怎么会见死不救 尤其是得知对方也参过军后 想要救人的心思越发强烈了 直接掏出呼呼朝着铁链砸去 忽然外面传来月儿的音乐声 老者脸色骤然一变 招呼警长赶紧离开 那些恶魔会在音乐停止之前现身 警长好奇地左跪右盼 终于发现声音来自一个音乐盒 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启动的 警长却是不管不顾 执意要救走眼前的老者 当他好不容易砸开一根铁链 不远处的音乐也接近了尾声 老者只感觉全身传来巨坛 忍不住弯起腰来 警长连忙上前搀扶 却无意中看到他的手臂皮肤里 居然有无数凸起正在蠕动着 而那位老者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手臂一挥直接抓住了警长的肩膀 警长费尽力气将其闪开 却发现老人已经没了呼吸 他只好拿起火把 颤颤巍巍地走出时势 可随即他便瞪大了眼睛 想不到这里仍然处于森林之中 在夜色笼罩下 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更别说逃回小镇了 谁知就在这时 一条猎犬凭空出现 几个跳跃来到警长身前 仿佛要给他带路一班 可惜还没跑出去多远 那条猎犬便不见了踪迹 可警长连怒骂的心思都没有 只见他快速扑灭手中火把 接着便蜷缩在一个大树后面 树林深处正有几只恶魔向这边走来 警长不停默念 你看不见我 逗大的汗珠从额头低落 也许是护服的作用 这群恶魔果然没有察觉到警长的存在 和他同样胆战心惊的 还有刚刚逃出恶魔巢穴的奇怪南马克和被杀 眼看在天黑之前无法赶回小镇 马克却是从容淡定 带着被杀穿梭一段距离后 居然来到一辆废弃卡车附近 熟量的打开火箱门 两个人快速钻了进去 想不到这里居然是马克藏身的据点之一 里面不但有电灯照明 甚至还有一些过气的食物 马克叮嘱被杀 只要躲在里面保持安静 应该不会招惹到恐怖恶魔 被杀却是满脸疑惑 你怎么会在野外准备这些东西 马克告诉他 自己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带他来过这里 日记越来之下 自然储存了不少物资 两人说话间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大门被人推开 居然是警长逃到了这里 他的身上还有一块护肤 看样子今晚可以安然无忧了 忽然不远处又有一道人影大喊着救命 只见男子身后正跟着好几只恶魔 他们也来不及考虑 拼命招呼对方赶紧进来 总算在恶魔之上之前 关上了货车大门 这位男子也是命大 居然是来自镇上的旅游大巴车 之前还做过恶梦 强行让大巴停下 也算是变相救了所有人 察觉到埃尔金没有恶意后 众人便开始自顾自的做起事来 警长自然是包扎奇怪老者造成的伤口 而马克则是习惯性的写写画画 他说自己经常会在梦中看到奇怪东西 于是便将他们记录下来 防止哪一天遗忘了 让警长和被杀目瞪口呆的事 画上的内容居然全部成为现实 不知不觉中 一抹阳光透过门缝照了进来 他们总算迎来了黎明 茶餐厅中的收音机再次响起 熬了一宿的乘客难免有些疲惫 只有朱莉最先反应过来 恐如的黑夜总算过去了 女孩以最快的速度冲出餐馆 转眼间便来到父亲所在的废墟旁 划着几分忐忑和期待 不停喊着爸爸 而躺在废墟下的寂寞 仿佛感受到了召唤 突然睁开双眼 艰难地做出回应 废墟外的唐大婶暗暗松了一口气 连忙招呼众人清理废墟 只有少数人发现 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尸体 女司机则是本能地回到大巴车内 星红艳丽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 而在大巴的后排座位旁 两名老人的尸体散落一地 另一边走出货车的被杀 无意间从埃尔金口中得知 餐厅旁边的房屋倒塌了 他立刻意识到 对方说的就是自己家 于是飞快朝着小镇方向跑去 警长刚刚准备追上去 却发现自己的皮肤表层 居然有几条明显的突起在蠕动 他的心中忍不住大海 难道是被那位老者抓伤后感染了 外出寻找出口的警长 总算安全回归小镇 手臂中蠕动的突起 也莫名的消失不见 可他这几天的经历太过离奇 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难以接受 怎么可能钻进树洞里 整个人就顺移到了别的地方 那么一直跟着你的女孩沙拉呢 警长支支吾吾半天 不知该如何解释 埃里克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 老父亲惊诧地询问儿子怎么了 埃里克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因为昨天晚上经历了恶魔大屠杀 女友卷发姐几乎情绪崩溃 内心仅存的希望正在消失 如今又听到寄予厚望的父亲 没有找到任何出去的线索 所以才会情不自禁地交集愤怒 警长不愧是小镇的支柱 机智地提醒儿子赶紧去跟女友求婚 让他成为女孩心中心的期盼 埃里克毛色顿开 立刻表示要去树林中采些野花送给未婚妻 餐厅外的旅客们 虽然经历了昨晚的恶魔事件 可惜并未收敛自以为是的性子 有人执意要携带枪支自卫 唐大婶坚决反对 这将引发其他居民的恐慌情绪 就在两人争吻不下时 旧场王警长再次赶到 他的态度比唐大婶更加强硬 小镇范围内不允许任何人持有枪械 这是他身为警长定下的规矩 如果你不想遵守 还请离开小镇去外面的树林中过夜吧 平头哥总算怂了下来 扔下手上枪支退回到人群中 唐大婶安排这群旅客暂时住在群居屋 接着便忍不住吐槽起来 之前的暴雨毁掉了一半装甲 剩下的物资必须缩减 而这群旅客总共25人 除了躲在餐厅中生还的十几人 仍然有三人不知所踪 连尸体都没找到 盗王苦舌的唐大婶 这才开口询问 你在树林中经历了什么 警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身为一阵支柱的他 不可能说出土增烦恼的言论 警长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 便是死去多年的妻子艾比了 此前的经历太过诡异 那位全身固定在墙上的老者 居然知道他妻子艾比的名字 警长多么希望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当自己醒来时 能够看到妻子温馨的笑容 而他同样在追梦的儿子埃里克 正在树林中给女友采摘野花 副警长李强顺道过来检查捕收陷阱 可他却怎么都找不着支撑陷阱的铁杆 忽然远方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 两人连忙跑了过去 居然看到一个头上插着铁杆的女孩 身前的手机正在放着音乐 他们正在商量 要不要将尸体抬回小镇 这名女孩忽然深吸一口气 想不到对方居然还活着 李强连忙跑回去寻找支援 埃里克则留下来安抚伤者的情绪 这名女孩叫做凯莉 昨晚和男友布兰恩躲在酒吧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谁知走进来的却是面带笑容的恶魔 对方将凯莉和男友拖进树林中 说要玩些有趣的游戏 结果她醒来时就成了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 李强带着小镇医生赶来了 后者上前仔细查看了伤势 发现铁杆直接穿过凯莉的脑袋 末端还固定在了树干上 她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 悄悄走到一旁 告诉两位同伴 这个女孩没救了 就算以外面的医疗条件 她能活到现在也是一个奇迹 唯一能做的 就是早点让她结束痛苦 李强的脸色逐渐苍白 这种杀人夺命的事情 她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凯莉似乎察觉到了死亡即将来临 痘大的眼泪划过脸颊 女医生没有隐瞒 询问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凯莉表示想跟母亲打一通电话 女医生无奈地说出现状 这里没有信号 根本无法使用手机 想不到连这么简单的心愿都无法满足 凯莉失望之余 忽然听到若有若无的呼唤声 就在下一刻 她的额头上传来剧烈的疼痛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门逊而来的黑人警长出现了 快速了解情况后 她直接走到凯莉身旁 握紧了铁杆 当警长将其拔出的一刹那 凯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她的死亡虽然让现场几人 遭受了不小的冲击 可所有的罪孽和负担 终究还是被警长独自承担下来 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压力 让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 都有些扛不住了 她找到唯一还算名是里的唐大婶 忍不住吐露心声 刚刚在树林中死去的女孩叫做凯莉 男友的名字叫做布莱恩 而警长曾经在国外打仗时 乘坐的汽车被导弹击中 和他最要好的战友 被炸的只剩下半截身体 而对方的名字也叫做布莱恩凯莉 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这个小镇一定是虚幻的存在 唐大婶敏锐地察觉到了警长的事态 询问你在树林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见警长仍然不肯透露 他只能与众心肠的宽慰 小镇不能完全失去希望 还请你务必振作起来 警长若有所思 郑重地点了点头 而另一边因为老婆挖坑 被埋在他县房屋中的吉姆 总算幸运地获救了 只是肋骨断了两根 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小镇医生特意叮嘱他 别再作妖好好躺着 可这绝对不是吉姆的风格 将自己的孩子赶出病房后 连忙询问妻子在地下室发现了什么 被杀没敢告诉他 发现恶魔潮雪的事情 只是说电线那头居然是断开的 也不知道小镇中的电力 到底从何而来 听闻此事的吉姆立刻来了精神 在妻子离开后 他便挣扎着站起身 想要看看门口的指示牌 到底为何亮着 好在吉姆刚刚爬上凳子 便迎面撞见一位 前来医院帮忙的志愿者 得知对方昨天随大发车 一起困在了小镇 吉姆的好奇欲望再次迸发 不停地问东问西 这才知晓小镇的女医生 居然和眼前的黄发护士 是一对情侣 杰克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如果被杀在场 肯定会暗自庆幸 好在没有告诉好奇老公 恶魔潮雪的事情 否则对方肯定要挖下去看看 当被杀和女儿 收拾好衣物准备回家时 猛然间停下了脚步 她看到两个脸色苍白的孩子 正在盯着自己 可女儿朱莉却没看到任何东西 被杀只感觉冷汗直冒 连忙拉着女儿逃离现场 谁知刚刚回到群聚屋 她便看到小儿子 正在门口搭积木 起初还没察觉出什么异样 可当目堆成形后 被杀的表情瞬间凝固 儿子搭现的积木 居然和在弟弟洞穴中的 十对鹦鹦一样 而之前遇见的 两个奇怪男孩也再次出现 她也来不及多想 连忙拉着儿子逃回了房间 而带领被杀走出洞穴的马克 回到群居屋后 发现自己的房间 像是被洗劫过一般 就连心爱的小提琴都不见了 好在隔壁的胖大姐告诉她 杰克昨晚来过这里 于是马克快速地飞奔下楼 果然在杰克的房间门口 听到了提琴声 她气愤地接过 陪伴了自己整个童年的玩具 斥责杰克不该乱拿别人东西 见马克头也不回地离开 杰克连忙追上去解释 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 看到一些奇怪幻象 尤其是那些原型的诡异符号 杰克偶然在一个破旧笔记本中 也看到了许多类似的符号 中间还夹杂着一张照片 模糊的背景恰好是儿时的马克 他才忍不住好奇 想去看看马克的家中 藏着什么命令 也许能够找到逃离小镇的线索 马克盯着老族照片 半天没有说话 丢下一句你不该碰这个 便转身离开了 刚刚在群居屋安定下来的 大把旅客艾尔金 小心翼翼地询问卷发姐 附近有没有湖泊河流之类的存在 后者有些疑惑地 带着她来到后山的小户 询问你才刚到小镇没两天 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小户 艾尔金说自己在梦境中看见了 卷发姐对此没有丝毫诧异 小镇中有不少居民遇过类似事情 但他们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最为典型的就是小镇女孩莎拉了 她甚至能和神秘存在直接通话 而另一边回到自家老宅的副警长 忽然听到地下室里传来细微的响动 她警觉地掏出手枪 缓缓走下楼梯四处打探 只见黑暗角落里站着一道身影 居然是许久不见的莎拉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的第三集内容 这个能和怪物沟通的女人又回来了 她曾经创下的战绩 是连续残杀数人 害得整间诊所惨遭团灭 镇上居民对她可谓是恨之入骨 副警长李强立马找到黑人警长 将此事汇报了上去 或者听完后大惊 匆匆来到莎拉所在的教堂地下室 心中憋着无数疑问 黑人警长强忍着没有开口 而是先将副手给织了出去 她和莎拉之间有太多秘密 还是别让那么多人知道的好 共同经历了森林冒险 警长和莎拉的关系缓和许多 她很想知道自己进入树洞后 莎拉去了哪里 使着莎拉却表示 钻进树洞后 她就直接传送到了这里 黑人警长虽然惊讶 可心中并未怀疑 因为那位奇怪老人说过 树洞会将人随机传到任何位置 警长直达酷警还算幸运 那位老人可是被传送到怪物巢穴里的 随后警长又问出第二个疑惑 你是怎么知道树洞可以传送的 莎拉说是一位白衣小男孩告诉自己的 警长想到莎拉能和恶魔沟通的能力 觉得白衣小男孩有可能也是恶魔 谁知莎拉却坚定地摇摇头 认为小男孩和他们不一样 对方同样是被困在小镇里的存在 警长深吸一口气 繁杂的线索让人头晕 他觉得还是先将眼前的问题解决 莎拉在居民眼中 可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警长先是找到副手李强 决定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莎拉具有和恶魔沟通的能力 之前他杀人也是受到蛊惑 虽然曾经犯下明天大错 但他也许是咱们走出小镇的唯一希望 这也是去世的卡特神父 执意要把他藏在地下室免遭处罚的原因 李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杀人就是杀人了 必须付出代价 黑人警长见状 背在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要是他说出李强的父亲 其实也是莎拉间接害死的 眼前的副警长也许会更加恼怒 随后他又提出 要将莎拉关进笼子中被恶魔杀死 黑人警长忍不住大怒 他忽然感觉脑袋一阵晕血 迫切想要出去透透气 可很快便发现 皮肤吓得凸起再次蠕动起来 接着便一个亮相跌倒在地 当小镇医生仔细检查一遍后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女医生知道警长曾经患有轻微的癫痫病 劝他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如果病情加重 很有可能产生患事患听等症状 警长若无其事地摇摇头 刚准备起身离开 可很快又做了回去 看样子他的身体确实出了状况 忽然大厅中传来动静 原来是被杀来谈望老公了 见对方不在床位上 问了新来的护士才知道 积木又跑出去透气了 他觉得老公应该多休息 不要老实跑来跑去 可积木却是眉头紧锁 养兵的这些天 他将所有关于小镇的线索拼凑在一起 得出一个可怕结论 咱们所处的这个小镇 其实是个该死的实验项目 积木曾经参与建造过山车项目 出乎医药的环节越多 乘客的反应就越强烈 而咱们这个小镇 也是处处透露着出人意料 断裂的电线 小镇医生和伴侣的相遇等等 像是有人故意设计出来 观看大家的反应一般 更让他坚定心中猜测的是 就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几分钟 对蒋机那头的声音 居然知道积木的名字 甚至还预知被杀挖坑 会导致房屋塌陷 感觉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剧本 积木决定将这个重大发现 分享给群居屋的唐大神 因为他也听到过 对蒋机那头的声音 可对方听完积木的推测后 立刻让他不要继续宣扬此事 除非以后发现了更多的真相 先不说这会引起剧名的恐慌 而且在对蒋机里出声提醒的人 也无法判断是好是坏 积木觉得有道理 他打算再次接通对蒋机 看看能否获取更多信息 而积木的两个孩子 此时也来到了群居屋中 小男孩伊森静止 走进奇怪男马克的房间 他想跟这位好朋友说声抱歉 自己不该将杰克带到这里 害得马克丢了心爱的提琴 马克丝毫没将伊森 当成不懂事的孩子 仍在自顾自的声音闷起 伊森只好放下几只收集来的画笔 接着便默默地走开了 而坐在门口准备 和埃尔金聊天的朱莉 不得不跟着蒂比离开 忽然大厅外传来想动 居然是新搬进来的公交车旅客 和老居民发生了冲突 平头哥呵斥对方 不要随意翻动自己的东西 虽然他出手有因 可唐大婶的眼中却充满怒意 群居屋内绝对不允许 打架斗殴的存在 几个月前恶魔闯进来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他必须将任何隐患 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一天晚上挟持副警长 执意要出去的就是平头哥 第二天执意要携带枪歇的还是他 如此不听话的人 迟早都得惹出大麻烦 于是唐大婶做了一个决定 那便是将这位惹失的平头哥驱逐出去 见对方躺着无动于衷 唐大婶直接挥下去 这个举动把外强中干的平头哥吓傻了 手忙脚乱的收拾好背包 飞快逃离了群居屋 好在唐大婶并没有直接让他出去送死 而是安排了一个新的住处 那就是平头哥乘坐库的大发车 看着地板上干涸的血迹 男人的心中有些发怵 唐大婶掏出一块护身符 叮嘱他千万不要取下来 听到敲门声也不要开门 见对方终于开始害怕了 唐大婶恶趣味地提醒 大巴车没有窗帘 你一定会在晚上看到别样的风景 关上车门后 他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其实要说最后悔的 还是这位大巴车司机 他从夜以来的宗旨便是 带着旅客安全抵达目的地 可如今所有人都被困在该死的小镇 这让他每时每刻都感到愧疚无比 同时心里也有一丝后悔 原本他上周就准备提交辞职申请的 可一拖再拖下来 他便稀里糊涂地开到这里 一旁的捷克举备安慰 咱们应该一起为离开小镇而努力 另一边休息完毕的警长 刚刚来到警局大厅 居然看见死去的神父凭空出现 他不停告诉自己 这一定是幻觉 可对方却是活灵活现 开口询问警长 准备如何告诉李强是莎拉害死了他的父亲 这个问题直接驱散了警长心中的惊讶 他仍然偏向于保护莎拉 因为他和恶魔沟通的作用无可替代 可神父却告诫警长 如果哪天李强知道真相了呢 这将给小镇的安定带来巨大隐患 毕竟莎拉是所有居民眼中的罪犯 身为小镇的守护者 你必须学会取舍 一番话下来 黑人警长陷入沉思 可他不知道的是 副警长李强居然主动找到了莎拉 他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以便和黑人警长的意见达成一致 莎拉摇摇头表示 自己犯下了很多错 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李强连忙打起了感情牌 我母亲可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 他也不想你被居民们当成罪犯看待 谁知此话一出 莎拉心中的愧疚更甚 终于忍不住主动承认 李强父亲在医院被恶魔杀死的那晚 正是自己打开的大门 当黑人警长来到教堂时 却被告知父警长去了诊所 此时的李强正呆呆地站在父亲被杀死的地方 从小到大他从没看过母亲哭过 可自从父亲去世后 他总能听到母亲在深夜里偷偷哭泣 回想起当初父亲刚刚患上老年痴呆时 是李强提议让他住在诊所里 这样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尽管老爷子一再强调想要回家 可母亲却摆出一家之主的慰言 强行让老爷子溜了下来 却不想没过多久 老父亲便被突然闯入的怪物杀死 李强和母亲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得着恶魔证是莎拉放进来的后 这位副警长彻底不淡定了 他要让莎拉得到应有的惩罚 黑人警长拼命劝阻 表示自己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 但不惩罚莎拉是有原因的 李强更是气得轻轻爆气 一把扯下衣服上的颈灰 偷越不回地快步离去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的第四集内容 这个睡在公交车里的男人快要崩溃了 因为外面占满了责任而逝的怪物 虽然服食能够阻止他们闯入 可男人还是受不了这些虎视眈眈的眼神 躲在车里不停骂娘 直到天色逐渐亮起 这些恶魔才不甘地缓缓退去 同样彻眼难免的还有鬼才杰克 他总觉得老旧照片传递着某些重要信息 忽然照片中的男子凭空出现 手里还拿着圣写的奇怪图案 杰克顿时吓得全身一颤 可回过神来才发现 刚刚看到的只是幻觉而已 他的心中十分不甘 将酒吧中所有酒瓶摆出图案的文过 想要看看他究竟有何奇特之处 忽然酒吧大门被人推开 正是奇怪男子马克 他是过来寻求帮助的 杰克正好也想了解有关相片的内容 于是犹豫着点头答应了 原来马克想让他帮忙来一首歌曲 只不过地点并不在酒吧内 杰克猜不透对方为何会提出如此请求 只能默默跟在身后 打算看看马克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知不觉间 两人穿过一片丛林 杰克猛地瞪大双眼 只见前方的空地上 平放着大量报废汽车 这些全是早期不小心闯入小镇的 可不知为何 马克要将他们移到这里来 随后他便带着杰克 来到一辆红色越野车旁 这是马克母亲的坐驾 小时候只要他感到害怕 母亲就会弹奏曲子给他听 而最近小镇频繁发生的怪事 让马克想起了多年前的遭遇 他的内心再次恐慌起来 所以希望杰克能跟母亲一样 弹奏那首熟悉的曲子 当右扬的音符传来 马克不自觉地闭上眼睛 徐徐扶过的微风 仿佛母亲温暖的怀抱 让他心中的不安逐渐退去 一曲终了 马克开始兑现沉默 他告诉杰克 老旧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克里斯 这辆红色轿车就是他当年的作家 起初克里斯是位十分开朗的人 深受美味居民的喜爱 可自从看到书页上的奇怪符号后 他整个人性情大变 脸上再也没有露出笑容 直到有一天 马克母亲神色慌张地将他藏到一个 连克里斯都不知道的地方 当他第二天醒来时 小镇上的所有人全都死于非命 遭遇了如此巨变 马克开始变得神神叨叨起来 他始终坚信小镇中有股神秘力量 能够改变人的性情 并蛊惑他们做些不好的事情 而小镇居民沙拉 就是直接受害者之一 金木夫妇气势汹汹地敲开了教堂的大门 对于警长的包庇十分恼怒 要知道沙拉不仅杀死了好几位居民 甚至还想害死他们的儿子一生 这是任何家长都无法容忍的事情 只是警长仍然坚持 能够和恶魔沟通的沙拉 也许是咱们了解小镇的关键 希望他能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 沙拉对此已是愧疚无比 都怪自己受到了恶魔的蛊惑 被杀并不想听任何解释 丢下一句狠话后便愤然离去 黑人警长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准备去找一趟唐大婶 小镇中也只有对方还算明示理了 如此尴尬的处境 让沙拉的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鬼使神差地走出教堂 来到曾经的住所 客厅中的布置几乎没变 尤其是椅子上的外套 让他感觉格外熟悉 忽然一名陌生男子走了过来 赤泽沙拉为什么闯入他的家 原来沙拉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他的住房早就分配给了别人 沙拉连忙解释 自己只想取走一些重要的东西 沙拉只感觉自己像只过街老鼠 匆匆转身离开了曾经住所 这边的黑人警长 很快找到了群居屋的唐大婶 详细述说了沙拉的处境后 这位大婶给出了极为公正的意见 做了错事就应该送入笼子中直面恶魔 这可是黑人警长亲自立下的规矩 咱们不可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原因 就去亲手将其破坏 警长察觉连唐大婶都不支持自己 气愤的就要拂袖旅去 唐大婶接着又补充道 如果不惩罚沙拉 你让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怎么办 果不其然 自从小男孩伊森得知沙拉归来的消息后 他便成天蜷缩在房间中不敢见人 就在吉姆夫妇商量对策时 伊森忽然打开房门 表示想要见见沙拉 因为他始终记得母亲的教导 每个人必须拥有直面恐惧的勇气 这样才能夺走敌人的力量 这些话让被杀大感欣慰 而徘徊在茶餐厅附近的沙拉 正在考虑要不要进去时 吉姆带着儿子走了过来 伊森眼中的恐惧早已消失 只见他对着沙拉郑重其事地表示 咱们曾经是对要好的朋友 即使你变得比怪物还可怕 我也不再惧怕你了 沙拉看着小男孩离去的背影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再次投向茶餐厅 可他终究没有勇气直面那位 对自己犹如亲生女儿的餐厅老板娘 回到教堂后 沙拉碰巧遇到无所知识的爱尔金 后者刚刚来到小镇 并不知道沙拉之前犯下的过错 于是主动跟他闲聊起来 沙拉也很久没跟人倾诉过了 不知不觉谈起了死去的哥哥 那时候他俩在小镇相依为命 每当过圣诞节 都会绞尽脑汁收集各种小礼物 如今沙拉最想做的就是 取回那些东西留个念想 爱尔金鼓励他 想要的幸福就该努力争取 这话总算让沙拉下定决心 于是他毅然走进了茶餐厅 果然不出所料 老板娘将老伴的死 全都算在了沙拉头上 匆匆搬出一箱物品后 表示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沙拉没有多做解释 默默抬起纸箱走人 身后顿时传来噼里啪啦的摔吻声 就在这时 一身便装的副警长赶了过来 他可不像老板娘那般认词 一把抢下沙拉手中的纸箱 将里面的小物件全都撒了出来 兴许这样还不够解气 他又随手砸碎了一个陶瓷娃娃 这些可都是哥哥好不容易收集的小礼物 沙拉一直视若珍宝 可面对副警长的时报 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发火 只是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 接着便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 而另一边的吉姆父子 刚刚回到家 便看到在门口等候多时的贝莎 得着伊森勇敢地直面了沙拉 完全居住了心中恐惧 这位母亲只感觉一阵轻松 再次看到门口摆放的时对 她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 自从和马克逃离恶魔的巢穴后 贝莎总能莫名其妙看到面色苍白的孩子 尤其是发现儿子伊森 也在摆弄洞穴中的同款时对后 他把心底感到深深的恐惧 期待这一切只是某种巧合 见识到儿子的勇敢推变后 贝莎决定不再逃避 于是他在恶魔洞穴的出口处 也摆放出了同款时对 他想照出那些孩子 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忽然树林深处传来轻微的喘息声 那几名孩子真的出现了 贝莎强壮镇定 询问你们到底是谁 谁知对方根本没有打算沟通 只是一步步地紧逼过来 贝莎顿时吓得蜷缩在地 忽然周边的声音很消失 他这才发现那些孩子不见了 这时候杰克恰好经过这里 看到贝莎不停流着鼻血 而他的老公吉姆 此时也找到了黑人警长 既然儿子伊森已经驱除了恐惧 那也没有抓着沙拉不放的必要了 他将对讲机那头奇怪声音的事情 全盘告诉了警长 希望和对方联手 一起确认小镇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场 以上就是梦魇决阵第五集内容 小镇居民要雄起了吗 面对弹制四边的恐怖恶魔 他终于会出了手中匕首 大家好我是阿琪 欢迎继续收看梦魇决阵的第六集内容 上集收到男主吉姆想要邀请警长 一起探索小镇到底是不是一处实验场地 可后者并未立马答应 而是静止找到茶餐厅的老板娘 向他提出正式道歉 并解释自己有意包庇杀人犯沙拉的原因 相比于承善洋恶 他更在乎的是如何带领居民离开小镇 老板娘还未表态 儿子李强便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他对警长的包庇行为更是恼目 黑人警长心中明了 自觉地起身告辞 可他刚刚回到教堂 发现里面居然空空如也 只有一个音乐盒在播放着悠扬的乐曲 黑人警长全身一颤 随即看到一位白衣女子凭空出现 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眼前的女子 正是死去多年的妻子爱比 而这个音乐盒他也十分熟悉 当日见到奇怪老者时 这个东西也在房间中出现过 老人还说这是恶魔最爱的玩具 只要音乐停止 他们就会凭空出现 此时的警长完全沉浸在妻子悠扬的舞姿中 谁知下一刻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 只是警长出现的幻觉而已 他本人并未走出茶餐厅 出于安全考虑 李强决定送警长一程 他的心中十分好奇 为什么树叶全都无缘无故掉落了 警长却顾不上这些 因为他的手臂皮肤再次开始蠕动 可当李强凑上去时 却又什么都没发生 警长对此十分无语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这时候他再次听到熟悉的乐曲 那个音乐盒又出现了 警长吃惊的一步步靠近 忽然身旁的地窖本被推开 身穿白衣的妻子也走了出来 看着对方冷漠的眼神 警长愣在原地没有发声 直到李强出言提醒 他这才发现 刚刚出现的又是幻觉 因为李强压根什么都没看见 黑人警长不想多多解释 傻愣愣的他不离开 面对小镇一生 他这才彻底爆发了心中恐惧 觉得自己身体中一定存在什么东西 当初那位老者将流血的伤口 碰触到自己时 对方就说过 我的血就是你的血 再联想到最近经常出现的幻觉 老警长断定 隐藏在身体中的邪恶力量正在复苏 他甚至已经做好随时云面的心理准备 小镇一生表面看上去是个合格的倾听者 可他的心中却跟明镜似的 老警长的癫痫病又加重了 产生幻觉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让李强对警长的怒意 也难免减少了不少 因为他的父亲 就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 想不到黑人警长这么年轻 就被守护小镇的重担逼疯了 两人说话间 房间内的警长再次感觉手臂一疼 那个诡异的音乐盒又出现了 忽然病床旁的布帘上 映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黑人警长忍不住站起身 一把掀开布帘 谁知那位舞者从后面抱住了他 眼看对方想要动手掐死自己 警长用力一把推开 并迅速掏出手枪 却不想医院护士走了进来 这一下可把对方吓得不轻 黑人警长连连道歉 随后便独自来到隔壁的住院房 角落中还残留着一滩血迹 这是李强父亲死亡时留下的 忽然神父的身影出现在身后 警长对此见怪不怪 他知道这是潜意识中的另一个自己 对方说其他人都认为你疯了 警长点点头没有否认 但他十分确定 自己的精神没有毛病 只是身体里的血液被污染了 就在这时 李强忽然走了进来 看见自言自语的黑人警长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斥责 别忘了你是整个小镇的支柱 黑人警长也是恼怒至极 而小镇中另一个支柱唐大神 正在为居民们的口粮发愁 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损毁了农作物 现在小镇中的所有粮食 只剩下眼前的几箩筐了 他必须想办法让居民 撑到下一次农作物丰收才行 唐大神把餐厅老板娘叫到吉姆家里 几人一起熟练的腌制剩余蔬菜 这能让他们保存更长时间 方便给居民进行定量配给 一旁的吉姆却想到另一个问题 这有可能引起居民们更大的恐慌 难道是背后的实验者们 加大了压力水平 他们最爱做的就是勾起居民的恐惧 唐大神叹了一口气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随即他便独自走进了地下室 却不想寂寞的儿子伊森紧随起后 小男孩说要告诉唐大神一个秘密 其实自己并不如父母想象中的那般坚强 每天夜里都在担心恶魔的来临 唐大神心中意软 告诉伊森咱们之所以和恶魔不同 就是因为人类具有喜恶恐惧等各种情绪 而且恐惧往往能让人产生莫大的勇气 可惜群聚物力的人 并没有将心中恐惧化为勇气 当他们发现每餐的食物急速减少后 终于有人开始坐不住了 咱们自己的食物都不够吃了 为什么还要收留这么多新人 警长的儿子埃里克 上前评理时却遭遇恐惑 闹是这一个转身 居然直接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肺部 大量鲜血如潮水般涌出 未婚期卷发姐顿时紧张得不行 看着奄奄一息的男友 他是一个都等不下去了 必须尽快将人送去诊所才行 埃里克立马拒绝 现在是晚上根本出不去 亲爱的大巴旅客埃尔金自告奋勇 他愿意陪卷发姐一起去 门口的守卫告诉众人 前方不远处就有一位恶魔 埃尔金深吸一口气 让卷发姐在门口等着 接着便独自冲出门外 汽车停放的位置 距离群聚屋尚有一段距离 当埃尔金急匆匆地跳上车后 四面八方已经有不少恶魔汇聚过来 此时的他也顾不上许多 一脚油门将车停在了台阶旁 等候多时的卷发姐 扶着男友钻入车中 埃尔金不敢担忑 在恶魔追上前启动车辆 漆黑的夜色中 时不时传来恶魔的嘶吼声 卷发姐一边安慰男友 一边给埃尔金指路 他们总算有惊无险地抵达小镇诊所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小镇医生先是盼头看了看 接着便慌乱地打开大门 隔壁房间的警长文宣改来 看见全身鲜血的儿子后 整个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小镇医生的医术还是有一套的 他先是用注射剂 排除了挤压在肺部的血液和空气 暂时保住了埃里克的性命 可是他之前失血过多 必须及时输血才行 否则可能导致器官衰竭而死 而全场唯一可以提供失配血型的 只有眼前的警长父亲了 当黑人警长如起袖子时 他猛地站住了脚步 自己的血液里含有邪恶的蠕虫 绝对不能传给埃里克 其他人都觉得警长疯得不轻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神神叨叨 一旁的李强直接掏出手枪 这样总比埃里克直接死掉的好 警长还想再说什么 他的手臂再次疼痛起来 这回众人总算看见皮肤底下蠕动的虫子 原来警长之前说的怪事都是真的 李强立刻拿出匕首 让警长把虫子传给自己 然后再用干净的血液输给埃里克 警长却拒绝了他的好心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被这种虫子缠上有多痛苦 随即他的眼前一亮 静止来到诊所的房门前 既然如虫不能传给自己人 外面的恶魔总是可以的吧 只见警长一把推开大门 在寂静的夜色中大喊起来 没过多久 一个个面带笑容了恶魔现身 他们显然是想挑起警长的恐惧 并没有立刻动手的意思 黑人警长强压心头恐惧 鼓起勇气掏出匕首割破手掌 随后又对着怪物抹了一滑 可惜对方的伤口并未流血 而且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警长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用流血的手掌贴紧恶魔伤口 随即他便感觉有什么东西流入对方体内 就在下一刻 恶魔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接着变回本来面目 倒在地上不停褥动 其余恶魔也被他的惨状吸引没了过去 警长则趁机逃回了诊所 他的心中十分肯定 自己的血液已经完全无恙 经过了一次大输血 埃里克总算度过了危险期 而警长则和李强站在门口 看着外面倒下的恶魔 两人的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原来恶魔也是可以被杀死的 他决定明天一早解剖看看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的第六集内容 当明媚的阳光照进诊所 那具恶魔尸体仍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警长带着众人缓缓靠近 看样子他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小镇医生克里斯蒂和警长的想法一样 应该尽快解剖看看他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副警长李强却打起了退堂鼓 偏知道解剖会带来什么危险 警长直接无视他的担忧 转头叮嘱儿子尽快回去 否则会有不少人来探望他的伤势 解剖恶魔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当埃里克带着女友和埃尔金离开后 几人找了一块白布 将恶魔尸体抬进了诊所的手术室 李强一脸不情愿地跟了进来 警长吩咐对方去仓库找些解剖用的工具 可他还是有些担心 警长身体里的虫子传到恶魔体内 那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玛丽忽然咳嗽着跑出了房间 克里斯蒂知道 这是女友产生的阶段反应 需要在床上休息才行 好不容易将他安顿好后 克里斯蒂找到警长 你真的准备好承担解剖的任何意外吗 警长坚定地点点头 承认自己非常害怕 但这也许是离开小镇的唯一机会 随即几人来到手术室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克里斯蒂戴着手套 解开了恶魔的衣服 谁知刚刚准备动刀 恶魔突然弹了一下 在场众人差点跳了起来 克里斯蒂解释说这是条件反射 克里斯蒂却受不了了 直接转身冲出诊所 克里斯蒂连忙追上去 则问他为何如此胆小 李强解释说 自己不是害怕怪物 而是担心钻入体内的虫子 万一它没有跑出来怎么办 克里斯蒂却愿意冒险一事 那些虫子就像毒药一样 融入恶魔血液 如果咱们能够提取出来 那将是对付恶魔的力气 李强摇摇头有些艰难地表示 自己是在担心你的安危 克里斯蒂早就知晓对方心思 没有任何回应便转身离开了 而此时的诊所内 卧床的玛丽突然站起身 他发现房间里的人全都不见了 推开手术室的大门 恶魔尸体居然也不翼而飞 警长听到求救声 连忙跑过来询问 恰好看到缓缓靠近的恶魔 他毫不犹豫地取向射击 玛丽协是看向凭空出现的音乐盒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帽而已 而此时的克里斯蒂 已经和警长开始解剖手术 李强还是舔着脸走了回来 三个人一起用力 掰开了恶魔的胸骨 克里斯蒂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脏腹 这明明就是人类的身体构造 只是因为缺水完全干枯了 警长顿时慌了 没有血液的话 那些虫子去了哪里 克里斯蒂也逐渐变得急躁 他担心自己的期望落空 随即气愤地对着尸体一顿猛扎 警长突然大喊着助手 因为尸体某处渗出了黄色胆汁 这很有可能就是对付落魔的毒药 几人急匆匆地用玻璃瓶 将胆汁装了起来 好不容易完成任务 克里斯蒂只想跟女友好好休息一番 可得警长来说 这只是千里征程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要找个恶魔 试试黄色胆汁的效果 李翔说这又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但他会尽全力表示支持 警长看着手中的玻璃瓶 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而另一边的吉姆一家 腌制完所有食物后 小儿子一森想要去群居屋 找奇怪男子马克 吉姆立马出声拒绝 却不想妻子被杀意外地表示支持 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将妻子单独叫到门外 你不觉得马克是个 情感有缺陷的怪胎吗 他肯定会带坏自己的孩子 可被杀却不这么想 如果不是马克 也许自己早就死在了恶魔洞穴中 吉姆再次提及实验室理论 如果洞穴只是操控者 为了让你感到害怕 特意设计出来的呢 被杀认为老公入了魔症 反问对方怎么知道 对蒋基那头是好心还是恶意的 说完后他便气愤地返回房间 吉姆愣在原地发呆 忽然一架无人机 从远方呼啸而来 原来是住在大巴车里的平头哥 他因为屡次不守规矩 而被唐大婶驱逐出了群聚屋 可吉姆对他却是另眼相看 要知道当初妻子被困在地下洞穴时 平头男是第一个冲进来帮忙的 他说这架无人机 本来是要送给侄子的生日礼物 可惜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吉姆却是心中一动 表示这架无人机 也许能带着大家离开小镇 随即他便领着平头哥 来到小镇的公路旁 这里侧翻着一辆房车 当初吉姆就是开着他进入小镇的 两人钻进去后 很快找到一个天线 原来吉姆想接触平头哥的无人机 将天线送到最高处 再次用无线电与神秘人建立联系 之前那个举全镇之力的木塔接收器 已经在暴风雨中损坏了 平头哥听完吉姆的实验理论后 觉得有些道理 随即他又提出心中疑惑 想要保持如此大规模的小镇实验 操控者必须派人参与其中 才能让实验保持正轨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而这边的医生还是没有听从父亲的话 跟着姐姐来到群聚屋 找到了好友马克 对方正在测量大树的偏移位置 也许整个小镇 只有他发现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马克说树上的叶子正在枯萎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小镇上的任何变化 都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另一边的被杀找到鬼才杰克 询问你在隧道口 看见自己在地上打管哀嚎 为何没有感到惊讶 你是什么都没看见吗 谁知杰克的回答出乎意料 他早就见惯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在小镇中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值得惊讶 随后他便详细说出了 自己遇到的各种怪事 被杀心中满是不解 他曾经失去过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所以才会遇到面色惨白的小孩 难道这和每个人的经历有关 杰克点点头觉得有可能 可当被杀转身准备离开时 无意间看到笔记本中的怪异符号 他的脸上露出惊讶表情 表示自己曾经在隧道的墙上看到过 这边回到群居屋的卷发姐 安顿好受伤的男友后 他第一时间找到唐大婶 鼓起勇气说出了心中的秘密 原来卷发姐居然怀孕了 可在进入小镇之前 医生明确表示过 她的身体有缺陷根本无法怀孕 她担心自己会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 唐大婶听完后哈哈大笑 顿时驱散了卷发姐心中的阴霾 这个小镇能将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 走不出去的公路 夜晚出现的恶魔等等 咱们之前遇到的怪事 只能让人绝望 可你遇到的怪事 却是令人欣喜的存在 这说明大家没有被老天抛弃 看着卷发姐轻松的模样 只能说唐大婶她会安慰人 小男孩的姐姐朱莉 找到年龄相仿的埃尔金 估计整个小镇 也只有对方能跟朱莉拥有共同话题吧 想不到埃尔金还是一个大舌头 和美女在一起后 瞬间就将警长的叮嘱 抛到九霄云外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 昨晚恶魔被杀的秘密 朱莉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也许真能找到对付恶魔的办法 埃尔金确实摇摇头 她总觉得这些画面在梦中发生过 可最后的结局十分惨烈 朱莉劝她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是小镇居民的痛病 随后她又分享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将脑袋浸泡在浴缸中 流水冲击耳朵的感觉 如同在海边度假一般 能够忘记一切烦恼 埃尔金信以为真 立刻跑回群居屋 在浴缸中放满水 可当她整个人逐渐进入水中时 那的音乐盒居然凭空出现 紧接着一双手将埃尔金按进水中 后者只能模糊地看到 一张恐怖苍白的鬼眼 以上就是梦魇决阵的第七集内容 梦魇决阵的生存难度 正是提升到地狱级别 原本只有恶魔晚上出来杀杀人 可自从警长干掉其中一支后 小镇居民便遭遇了更为离奇的事情 首先是群居屋内的埃尔金 在浴缸泡澡时 忽然被恐怖恶鬼按入浴缸中 当小镇警长赶到时 索性对方并无大碍 可他此时仍然心有余悸 他说自己是被人救醒的 原来在浴缸中溺水只是一场梦境 可他醒来时却接连吐了好几口水 警长心中暗自至今 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 掏出从恶魔体内抽取的胆质表示 这也许是杀死恶魔的戾气 快为埃尔金不必担惊受怕 埃尔金突发奇想 为什么不用他涂抹到子弹上呢 就像克制吸血鬼的银弹一样 与此同时 在家休假的副警长 突然听到电话铃响了起来 母子俩同时瞪大眼睛 要知道小镇电话都是断线状态 从来只是单纯的装饰品而已 李强深吸一口气 缓缓接起电话 李强刚刚挂断电话 铁锅忽然开始轰轰作响 走近一看 里面居然装满了飞虫 其中一只还飞到李强的手臂上 好在刚刚经历的只是一场梦境 可让他心中发凉的是 左臂上居然出现一块明显的烫伤 正是梦中那只飞虫留下的 这跟埃尔金的经历有些类似 在梦中的遭遇 居然可以影响到现实 难道小镇开启了新的挑战模式 警长满脸担忧地找到副警长李强 得知对方在梦中烧伤了自己的手臂 心中顿时猛的一尘 可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说出了埃尔金提出的制作胆质子弹的想法 李强的反应很快 这样他们就需要更多胆质了 随即两人来到存放恶魔尸体的诊所 使之两名医生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询问之后才得知 存放恶魔尸体的楼下 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 两名警长一高人胆大 悄悄靠近存放恶魔的房间 推开大门后 看到包裹尸体的白布有突起入洞 警长猛地将其掀开 发现尸体表面居然爬满了飞虫 李强的脸色变得煞白 这些虫子曾在自己的梦中出现过 连萌萌的鸣叫声都一模一样 看着他手臂上的伤口 在联想到埃尔金之前的遭遇 玛丽几乎崩溃了 居然连梦境都能造成伤害 要知道他昨天可是梦见过 那这恶魔突然苏醒 还朝自己张牙舞爪呢 众人站在原地沉默不语 这时候唐大婶忽然吵了进来 了解完事情经过后 他责怪警长没有及时跟自己汇报 这很有可能带来无法预知的后果 警长向着知错就改了孩子 随即便带着他走进存放尸体的房间 令人意外的是 之前爬满全身的飞虫全都不见了 唐大婶确实不以为意 觉得应该立刻烧掉尸体 警长也被接连发生的怪事吓得不轻 他只想尽快毁掉尸体 希望可怕的梦境尽快消失 当熊熊大火燃起后 李强说出了心中担忧 如果梦境不会消失怎么办 小镇居民肯定会崩溃的 也许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 另一边吉姆和平头跟兰德凑到一块 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探索小镇的秘密 在吉姆的建议下 两人将天线接到无人机上 试图通过无线电 再次和神秘人建立联系 兰德突发奇想询问杰森 你有亲眼看见恶魔杀人吗 他每天晚上待在公交车内 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 及时抵达小镇的第一天晚上 有不少居民被害 可他们的尸体也从来没人仔细辨认过 兰德觉得恶魔杀人是有人在刻意作秀 吉姆觉得不可能 他曾经亲眼看见沙拉杀掉了自己的哥哥 兰德却有自己的看法 沙拉杀人有可能是他精神出了问题 或者受到某些人的诱导 两人说话间 天线的续接工作已经完成 可惜因为载重不足 无人机无法达到理想高度 兰德顿时放弃这个方案 告诉兰德小镇上制定规则的只有三个人 唐大神 警长 以及死去的神父 兰德立刻将嫌疑人 锁定在跟自己不对付的唐大神身上 两个人先是找到教堂中的沙拉 想要询问一些他跟哥哥的过往 沙拉神色慌张表现得非常抗拒 兰德觉得有戏 打算继续添加猛料 他说沙拉的哥哥也许还活着 可就在这时 唐大神抬着一箱衣服走了进来 兰德忍不住笑出声 讥讽唐唐大神来的态势时候 后者满脸懵圈 先是让沙拉帮忙缝不好这些衣服 随后便将吉姆和兰德二人赶出了教堂 沙拉连忙询问唐大神 他们为什么觉得哥哥还活着 后者深吸一口气没有说话 走出教堂的杰森觉得刚刚做的有些过活 咱们不能事事都凭假设 应该拿出实在的证据才行 于是他跟兰德做了一个约定 晚上偷偷跑去房车暗中窥探 也许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计划的危险性不小 吉姆必须跟家人打声招呼 唐大神后者询问他最近在搞什么 吉姆表现出一副懊恼模样 承认跟沙拉谈话是个错误 他也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已 唐大神满意的点点头 并提醒他最好不要跟脾气火爆的兰德走得太近 而另一边的杰克从被杀口中得知 他也曾经在山洞中看过类似符号 抵达洞口附近后 杰克顿时变得激动无比 他觉得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可当被杀表示 马克也看过洞穴中的符号时 杰克顿时起的火猫三丈 要知道他曾经跟马克做过交易 报酬就是说出有关符号的一切秘密 想不到对方居然选择了隐瞒 而此时的正主马克 找到了唯一的好友伊森 他打算把小时候的外套送给对方 算是之前冷落好友的补偿 伊森欣然接受 并带着他前去茶餐厅帮忙 小男孩无意中发现 外套口袋中有个小玩具 马克看到后 神情变得无比低落 忽然外面响起杰克的声音 对方是来兴师问罪的 责怪马克为何要隐瞒 洞穴符号的事情 他觉得小镇居民应该分享所有消息 这样才能更快地找到回家办法 谁知马克突然来了剧 小镇就是我的家 更在后面的被杀 觉得杰克有些过分 匆匆追着马克的身影而去 回到家里的马克 手里握着杰森找到的小玩具 原来这是他母亲离开前留给自己的 也正是这天之后 整个小镇的居民惨遭杀害 那时候的马克也只是七岁大的孩子 虽然跟母亲相处的时间不长 可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 将小镇当成自己的家也未尝不可 紧随其后的被杀找到发呆的马克 询问对方为什么要向杰克隐瞒 洞穴符号的事情 马克觉得这个小镇根本没有出入 任何探索只会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 因为那天晚上 母亲在离开前叮嘱过 只要办完这件事咱们就能回家 可惜第二天整个小镇的居民全部惨死 被杀眼前一亮 你母亲去办什么事情了 马克的神色有些呆滞 表示自己不记得了 被杀笨感失望 谁知马克有补充说 他有画画的习惯 为的就是防止自己遗忘一些重要事情 随后他便带着被杀来到 停放母亲汽车的地方 这些年马克一直把记录重要记忆 但又害怕回想起来的画作 全都存放在了母亲汽车的后备箱中 看见他们的一瞬间 马克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他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位妹妹 只是母亲离开后 妹妹因为害怕也跟了出去 马克当时没有出手阻止 于是就这样 他永远的失去了妹妹 这对马克来说是段极为痛苦的记忆 所以才刻意将其遗忘 并将画纸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好不容易安抚好马克的情绪 被杀开始翻看其他画作 其中有个石塔非常奇怪 马克突然回想起来 他母亲离开的那天晚上 就是去了这座石塔 说是要去解救被困的孩子们 当夜幕即将来临 兰德找到唐大婶 满脸诚恳地表示 自己之前的行为太过冲动 希望大家去屋子里心平气和地谈谈 没过多久 两位警长捎完尸体回到小镇 他们再次听到熟悉的非宠风鸣声 房间中忽然跑出来一位 满是失血的男子 哀后哭喊着救命 与此同时 当吉姆按照计划抵达房车附近 居然看到唐大婶被绑在一棵大树上 旁边还站着气势汹汹的兰德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的第八集内容 这个男人慌乱跑出家门大喊救命 路过的警长跟着对方走进家里 赫然看见床上 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男人说妻子五岁时 一直重复着同一句梦话 接着大喊一声他们出来了 妻子的肚子和嘴巴便自行爆开 警长有些无法置信 开口询问重复的梦话是什么 男人极力止住悲伤 男男说道 他们来了 除非你停止 一旁的李强脸色大变 因为同样的内容他也听到过 那就是昨晚做梦时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警长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之前就有两位居民在梦境中受伤 如今更是有人直接在梦里死亡了 他必须做些什么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警长让朱莉去挨家挨户通知居民 晚上暂时不要睡觉 李强想到教堂里的莎拉主动提出要去看管对方 这时候朱莉想起来 自己的父亲去了野外的房车 他还不知道梦境的危害 而此时的基姆正处于极度震惊当中 他没想到平头哥如此极端 居然要把唐大婶拿去喂养恶魔 虽然对方解释说 这只是针对唐大婶的试探 可基姆还是觉得太疯狂了 万一唐大婶是无辜的 那不是白白害死一个好人 他决定强行放走对方 却不想拦则直接将基姆掀翻 并掏出匕首威胁他不要破坏计划 忽然一声枪响 小镇警长赶来了 从朱莉那里得到消息后 他原本是来通知吉姆不要睡觉的 却不想遇到一出好戏 这下兰德再也不敢嚣张了 眼看夜幕就要降临 警长只想带人尽快返回小镇 水镇兰德掏出汽车钥匙 直接将其抛入丛林中 这下所有人都回不去了 兰德无所谓的白白手 正好大家一起留下来过夜 守在家门口的朱莉 迟迟没有等到父亲归来的身影 只看见小镇两位奇才杰克和马克 他们表示要在这里结束一晚 因为几人有重要事情讨论 那就是关于马克带来的奇怪插话 副警长李强则是单独将沙拉带到警局 虽然心里对这位杀父仇人有些不爽 但身为警员 他还是要确保小镇居民的安全 经过这些天的胡思乱想 沙拉对小镇又有了新的看法 他说小镇无数无数都在制造恐惧 为的就是将其吞噬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他的哥哥从小就害怕飞蝉 当对方死去后 这种如同梦魇般的飞蝉 会不会成为小镇的恐惧来源 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 随着夜幕降临 城外的禅鸣声显得越发急促 而群居屋中的众人 也从丧齐男子口中 得知了梦境杀人的事情 可惜主心骨唐大婶不在 众人显得有些慌慌不安 长发节主动挑起重担 叮嘱大家今晚先不要睡觉 并给几位投奔而来的人安排住处 另一边的警长和吉姆几人 此时已经在房车内安顿下来 按照惯例 驱散恶魔的护肤必不可少 面对始作勇者兰德 几人想杀掉他的心都有了 吉姆现在才知道 关于梦境杀人的事 最想做的就是回到家人身边 他觉得可以出去试一试 用接线的方式启动外面的车辆 警长立刻出言拒绝 外面已经天黑 可不是冒险的时候 兰德继续作死 认为警长也有可能是内鬼 记得警长差点把他扔出车外 好不容易让兰德老实下来 警长开始在子弹上涂抹恶魔胆汁 他可没忘记枪杀恶魔的实验 唐大神忽然建议到 直面恶魔实在太过危险 为什么不让兰德出去冒险呢 他不是想要了解真相吗 警长觉得有道理 拿起手枪询问兰德要不要试试 房车外响起吸缩的脚步声 那群恶魔终于出现了 兰德还算有几分胆气 内围思索一番 表示愿意出去试试 唐大神忽然惊呼出声 这些恶魔有些不对劲 居然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放在以前 肯定会凑上来诱骗大家开门的 就在这时 房车内响起了熟悉的音乐和歌曲 众人面面相去 居然是早已损坏的收音机发出来的声音 警长瞬间惊出一声冷汗 这首曲子每次响起时 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忽然地板下传来撞击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钻进来 兰德紧张的不行 直接一锤击碎车窗玻璃 警长流氧血样 一脚踹破玻璃大门 他们不能继续待在车里了 眼看恶魔逐渐靠近 警长连忙举枪射击 可惜涂了胆汁的子弹效果不大 吉姆趁机跑去启动路边的车辆 警长忽然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居然是死去多时的妻子 他知道这只是幻象而已 立刻转身跑去和吉姆会合 唯独倒霉的兰德 钻进了森林深处 忽然周边响起急促的缠鸣声 接着下一刻 无数只飞铲朝他扑去 另一边前往群居无避难的小镇医生和女友 被安排进来埃里克的房间凑合一晚 看着床上的皮带 女友玛丽忍不住调侃 你们玩得真够话的 埃里克面楼尴尬 找个机会跟小镇医生解释 床上的皮带并不是什么兴趣爱好 而是因为卷发姐怀孕了 在这个诡异的小镇 任何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她必须尽早防备 万一生下来尖嘴力爪的怪物怎么办 克里斯蒂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怀孕本该是件美妙无比的事情 可当她回到房间时 发现女友正在疯狂嘶吼 她总觉得周围隐藏着可怕东西 克里斯蒂不停出声安抚 玛丽虽然不再害怕了 可她很快又变得愤怒起来 自己沦落到这般处境 全是克里斯蒂突然失踪引起的 这个女人不愧是专职护士出声 激励抚慰着一幕狂躁的女友 玛丽平静下来后 她也认识到自己的状态有些不正常 提克里斯蒂用皮带把自己绑起来 防备待会又要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忽然楼下的摇铃声大作 那位失去妻子的男人 也变得狂躁不安起来 其他居民以为她疯了 只有卷发姐不停出言安慰 咱们待在这里十分安全 埃尔金则强行将她带到楼上 好不容易将事情摆平 一旁的老太太夸赞卷发姐和埃尔金做得不错 可当得知卷发姐怀孕后 埃尔金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窗外有灯光照来 唐大婶开车回来了 而此时的克里斯蒂还在专心照顾女友 当她出门去接热水时 玛丽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惊恐 她听到周边响起刺耳的缠鸣声 紧接着一支支悲缠朝她扑去 当克里斯蒂返回房间时 只看见女友在床上不停挣扎 她从未遇过这种怪事 眼睁睁看着玛丽的呼吸变得越发微弱 此时警长和吉姆几人已经安全返回群居屋 可屁股还没坐热 他们就听到楼上传来动静 跑上去一看 发现玛丽的双眼骨状发败 显然已经离死不远了 克里斯蒂快要崩溃了 实在接受不了这般残酷打击 这时候埃里克跑上来 表示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原来是埃尔金会想起了一些有关梦境的内容 他说有位穿着白色衣服的小男孩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几句话 他们来了 除非你停止 一旁的女子觉得有些耳熟 想起来这是一手古老的童谣 小镇警长瞪那眼睛 不知道这段频繁出现的歌词 到底意味着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 身处警局中的莎拉 看上去也有些不正常 察觉到副警长对自己爱他不理的态度 他知道对方还在惦记着杀父之仇 于是再次开启忏悔模式 李强心中一直憋着怒火 终于忍不住彻底爆发 你要是愧疚的话 就自己拿着抽屉里的备用枪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莎拉自然明白李强的意思 可当他听话的掏出手枪后 李强又有一些后悔了 他担心莎拉真的想不开了结自己 好在对方没有一根精却到底 而是打算玩一把俄斯转盘 到底是死尸声 交由天注定 在转盘中塞入两颗子弹后 他接连扣动两下翻弃 好在并未触动子弹 夺过手枪的李强 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的贝莎正在和杰克讨论着奇怪画像 后者惊叹这些东西 居然全部出自孩子之手 贝莎及时将他拉回来 你该思考这幅画代表的含义 为什么马克妈妈会说 只要揪出塔里的孩子 大家就能离开小镇 被杀想到之前见到的奇怪小孩 难道他们并没有恶意 而是想来寻求帮助的 就在这时 隔壁客厅传来凄惨的尖叫声 原来是朱莉躺在地板上不停翻滚 像是在拍打着身上的恐怖飞铲 以上就是梦魇决阵的第九集内容 梦魇决阵终于迎来大结局 这回总算揭开了小镇的神秘面纱 上集受到朱莉突然遭受神秘力量袭击 和他遭遇类似的还有玛丽和兰德 虽然三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可泛白的眼珠和时不时发出的痛苦哀嚎 任谁都知道他们的情况不容乐观 小镇警长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拉着副警长和沙拉朝着树林深处走去 最近许多人的梦境中都出现过一首童谣 他们来了三个人 除非你停止 而最近遭遇困境的 恰好就有朱莉 玛丽和兰德三人 难道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几人说话间很快来到一处废墟 这是警长之前遭遇墙壁老者的地方 他觉得最近的一系列怪事 都是从这里的音乐盒开始的 就在这时 沙拉隐约听到音乐盒放出的歌曲 警长邀请他来助阵果然没错 沙拉此前就出现过和未知存在沟通的先例 这回他再次听到对方传来的警告 恐怖力量将要带走三个人 届时小镇中的所有居民都会死去 唯一的拯救办法 就是让音乐盒停止 挽救三个人的性命 这和那首童谣的歌词有些类似 只不过内容更加明了 阿尔金曾经说过 他在梦境中是从白衣小男孩那里听到的同样 难道对方再以这种方式 提醒小镇居民避开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即便如此 警长对接下来的行动仍然毫无头绪 他虽然掌握了不少关键信息 但始终无法将其串联起来 别说拯救病入膏肓的朱里三人 就连音乐盒在哪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唐大神有些绝望地看着彻夜未眠的众人 如果梦境杀人的问题无法解决 大家迟早都会精神崩溃 他提醒守卫把枪放回仓库 也许今后再也用不上了 谁知妻子惨死在梦境中的可怜男子 居然尾随在身后 只见他举刀弹掉守卫 从柜子中取出了存放的长枪 而另一边的鬼才杰克 同样没有放弃寻找救命的办法 只不过方式有些另类 他将酒吧里的酒瓶打个吸烂 期待以另一个视角 找到奇怪图案的隐藏真相 不知何时 已故的酒吧老板突然出现在身后 杰克对此见怪不怪 猜测是长期压力下产生的精神疾病 相当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 而对方提出了杰克一直在想 却又不敢实施的计划 那就是前往恶魔洞穴中一探究竟 因为被杀曾经说过 那里也出现过相同图案的符号 不用想也知道 去到那里几乎就是十四无声 酒吧老板突然提起自己的死亡经历 当他冲进遥遥遇之的房屋时 心中只想着要救人 即使知道会因此死亡 他也从未感到后悔 杰克听完后触动很大 为了朱莉的安危以及权震的希望 即便冒一次险也是值得的 没过多久 杰克找来细线将一端固定在大树上 随后带着剩余细线钻进恶魔洞穴中 里面的道路蜿蜒齐驱 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防备迷路 忽然不远处出现一道黑影 杰克吓了一大跳 走近了才看清 居然是一个人形不偶 杰克抹冷抹暗继续前行 当他抵达一处空旷地带时 忽然听到奇怪响声 环顾四周 只见七位面不苍白的孩子 直挺挺地躺在不同方位 杰克震惊地抬头望去 洞口处的藤蔓 正好组成他所熟知的奇怪符号 当杰克回过神来 发现七名孩子已经消失不见 仿佛刚刚只是经历了一场梦 另一遍的贝莎 同样在为救治女儿而努力 他想到马克曾经提过 母亲要去石塔中救出几名孩子 这样大家就能回家了 贝莎决定去那座石塔里看看 万一真有救治女儿的办法呢 老公吉姆自然一万个不愿意 马克的妈妈去了石塔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可此时的贝莎近乎绝望 为了女儿的安危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只见贝莎将马克拉到一边 询问那座石塔的具体位置 马克想了想拿出一幅画 上面有棵挂满玻璃瓶的大树 他说找到这棵树就能抵达石塔了 一旁的吉姆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抱着妻子久久不肯放手 没过多久 贝莎在马克的带领下 逐渐深入树林深处 两人顺利找到传说中的瓶子树 马克说他就是在这里发现母亲尸体的 而树的背面有个大洞 贝莎曾经听人提起过 这些树洞能将人随机传送到不同地方 可马克解释称 这个树洞是唯一的例外 他只能定点传送到一个地方 贝莎明白马克的意思 他所说的地方就是石塔了 马克十分贴心地地上铁盒 里面装满了各种干粮 贝莎真挚地表达了感谢 随即便毫不犹豫地钻入树洞中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便抵达一处陌生丛林 一座高大木门映入眼帘 被杀的脸色微变 缓缓抬头望去 这里就是马克口中的石塔了 眼看这边即将摸清小镇的真相 可朱莉几人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警长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他实在想不出找到音乐盒的办法 只能跑到教堂自言自语 希望死去的神父能够出现 给自己提供一些灵感 可惜他本来的并不是神父 而是群居屋的唐大神 警长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如果无法拯救朱莉三人 整个小镇都会跟着他们陪葬 唐大神再次复习起来 他十分感激警长给小镇做出的贡献 如果世界末日真要来了 不妨先去参加埃里克的婚礼 反正你也无力改变什么 警长觉得有道理 他对儿子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就连对方的人生大事都丝毫不关心 于是就这样 警长作为正婚人出现在儿子的婚礼上 埃里克深情告白 撑卷发解如同黑暗道路里的光 照亮了自己的前程 新娘感动得一塌糊涂 身后的警长则是眼前一亮 嘴中喃喃说着黑暗里的光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匆匆跟儿子道别后 第一时间前往马克的房车取出火炬 这是他之前离开奇怪老者时 从墙壁上取下来的 忽然身后传来呵斥声 居然是已经崩溃的可怜男 他觉得都是警长带来的厄运 让自己的妻子惨死 随即扣动了手中扳机 警长忍着痛开枪反击 很快便将可怜男子击毙 好在刚刚并未击中要害 警长绝着腿再次来到古老废墟 当他点燃手中火炬的一瞬间 整个人瞬间回到恶魔巢穴 只不过绑在墙壁上的 并不是奇怪老者 而是朱丽玛丽兰的三人 墙壁角落里 那个音乐盒果然还在 警长刚准备将其击碎 一道声音制止了他 居然是警长死去多年的妻子艾比 他说破坏音乐盒 只能延长大家的痛苦 话音刚落 朱丽三人开始嘶吼起来 连带着小镇中的本体 也残掉连连 他只想告诉警长 恶魔力量的来源并不是恐惧 而是希望 居民们一次次满怀 期待地探索小镇 恰恰让背后的邪恶力量发展壮大 从而进化成了梦境杀人的能力 警长绝望的差别偷不过起来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眼前的音乐盒彻底击碎 就在下一个 并入高荒的朱丽几人同时恢复正常 就连伤势最重的蓝德 瞳孔也逐渐变成黑白色 黑人警长左右看了看 发现自己已经回归现实 之前看到的一切 像是一场梦境 更像是隐藏起来的恶魔空间 忽然那只熟悉的狼狗再次出现 叫了几声后便朝着远方跑去 这回警长还会跟上去吗 毕竟先前每次这么做 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苏醒后的朱丽 在卧室扫了一圈 发现母亲被杀不见了 金木带着儿子默默望向远方 而此时的被杀 还在攀爬高耸了石塔 地上散落的玩具 说明这里确实关押过孩子 石塔顶层装有齿轮结构 带动着上方的灯光 四处晃动 被杀实在好奇 这些东西是用来干嘛的 忽然白衣小男孩凭空出现 说了句这是唯一的办法 接着就将被杀推下高塔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一家现代化医院 或是说三年前 被杀被人在树林中发现 他有些急迫地打开窗户 一栋栋高楼映入眼帘 想不到他真的脱离了梦魇决阵 以上就是梦魇决阵 第二季的全部内容 关于被杀的醒来 其实可以有两种解答 如果发现他的地方是车祸现场 那么之前在小镇的经历 很有可能都是被杀昏迷时的梦境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醒来 那就是他跳下石塔后被人发现 说明他最终开启了 脱离梦魇决阵的方法 可惜第一季中 小镇警长的外出冒险 曾经数次和小镇真相擦肩而过 两者的结局之所以不同 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警长怀揣着希望 而这次被杀的行动 则是带着不想活的绝望 恰好印证了恶魔能够吸收希望的设定 反而像被杀这种满怀绝望的人 让传说中的恶魔无计可施 最终得以脱离这个诡异的小镇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